谁能想到在有不到20天就要到2022年,结果陈情令还能再登上热搜,从2019年播出到如今,这部剧的热度都很大,时不时的就会有一些话题登上热搜,令牌女孩们以及观众们都还是挺喜欢的 毕竟这部剧确实是一部很出圈的经典作品,特别是主角魏无羡和蓝忘机以及他们的饰演者肖战和王一博,更是圈粉无数,时至今日二位也依旧是炙手可热的顶流 这部剧是两个人最为圈粉甚至扬名在娱乐圈的一部作品,或许也是他们目前为止演艺生涯中的一部高光作品和角色 每个人都是向前看的,虽然粉丝呆在坑底,只不过是现在这种美好的情怀中,作为主演的肖战,王一博早已经大步向前 可由于肖战王一博两个人的热度高,流量大,自然会想割他们粉丝的韭菜,割这部剧粉丝和观众的韭菜 随着陈情令周边的各种衍生,就越来越发现这部剧的热度不断的被蹭,就像12月12日所谓的陈情令主创的家宴,简直就是一个消耗这部剧的热度,好光粉丝令牌女孩们情怀的一个直播 本来之前在发预告的时候感觉声势还挺浩大的,一些粉丝们期待能不能看到肖战王一博,虽然知道机会渺茫,但还抱着一丝的期待 然而等正式直播开始的时候,却发现只有于斌和七培心两个人,也就是温宁和金灵 其实,如果真的没有办法邀请到两位主演肖战王一博,但是其他主创们能够被邀请过来的话,粉丝们也是期待的,不至于这么失望 然而点进直播间发现加上主持的小姐姐才三个人,这未免有些过于寒酸 就像网友说的,这次所谓的家宴消耗的是令牌女孩的情怀,也是路人对阿令的好感 这个热搜灯的过于明显,相关话题下可以看到各种声音,基本上都是在吐槽 不仅如此,在去的这两个人中,可以说温宁是最惨的 之所以说最惨的应该是鬼将军,因为被骂还要解释,都是娱乐圈的打工人,也挺不容易的 不过于斌也说了大实话,果然新派的这幅吃相未免过于难堪,就算撸羊毛也不能可这一只羊吧 优秀5典鸟 诀5典鸟 余乐圈 诀6典鸟 3典鸟 诀6典鸟 MT